早在今年的5月NVIDIA就推出了RTX30系列的H22型号 旨在对显卡挖矿行为予以限制 而在推出之后的时间段里 显卡的价格也的确得到了回落 然而目前来看这一平衡似乎会打破 但此次并不是NVIDIA自己的行为 据GitHub的用户表示 目前30系LH22显卡的挖矿算力已被破解 几乎解锁了70%左右的满速算力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在RTX3060显卡发布之时 NVIDIA就通过加入驱动限制的形式 来限制了显卡的挖矿算力 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NVIDIA官方却又将此驱动进行的恢复 取消了算力限制 而这种锁了又开毫无诚意的做法 换来的就是玩家们的一顿痛骂 所以为了挽救公司形象 并重新获得玩家们的信任 30系LH22显卡随即问世 与此同时NVIDIA也已停产了老旧的RTX30系芯片 而除了RTX3090之外 全部的RTX30系芯片均为LHR限制版本 并且其还在GPU底层中加入了新的机制 当检测到哈希运算时 则会强制降低50%的算力 但现在来看这样的限制行为都将会化为泡影 具体来看 根据Github论坛的消息表示 目前广受欢迎的挖矿软件NB-miner 发布了最新的39.0版本 并宣布破解了NVIDIA30系的LHR显卡的挖矿限制 包括了RTX3060、3060Ti、3070、3080 以及之后上市的RTX3070Ti、3080Ti等全部型号 当然RTX3090本身就没有限制算力 所以就不存在破解的说法 而根据版本的详细说明来看 该软件是通过修改其中参数来实现破解算力的 但目前只对拥有LHR后缺的显卡有效 同时据该用户透露 使用此款软件最大恢复显卡本身70%的算力 但对NVIDIA GeForce 471.1版本的驱动是无法奏效的 除此之外根据HKEPC的消息表示 在使用了NB-39.0版本之后 RTX3080Ti的算力达到了72.23MHz每秒 相比38.2版本的55.07MHz每秒 算力大约提升了31% 没想到老黄声称的不会重蹈RTX3060 因驱动中能破解的限制 现在才不到三个月就被啪啪打脸 可真的是太难了 不知道NVIDIA得吃之后会有何种办法制止 难不成再推出LHR Pro版本的3D系显卡 当然隔壁的AMD也是不好过 最新发布的RX6600XT显卡可谓是被矿工们一扫而光 具体来看根据V2CAS的消息显示 原本的A卡是不擅长于挖矿的 毕竟功耗高算力低 然而最新的RX6600XT所使用的Navi R3核心 却颠覆了传统 其不仅功耗低而且算力也相当 同时根据WCCFTX的实际数据显示 RX6600XT能在55W的情况下 获得32兆哈系名表的挖矿算力 性价比已经远超于被业界看好的RTX3060以及3080了 成为了目前矿工们的首选显卡 而这也是它发售极为空气的原因 然而目前来看 显卡行情似乎又会经历起波动当 但至少不会像春节那段时间一样离谱 必定货源已经得到了改善 至于原价显卡仍然是遥遥无期 唉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祥 我们下期再见